各位,再重複一次 我截了2021年DSC教師研討會的PowerPoint出來給大家看看 做了一個小小的數據給大家看看 上年的考生人數大概四萬多,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四人 是學校的考生 什麼叫學校的考生呢? 即是你們這些在學校讀書 然後就報DSE出去考 大概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四人 為什麼要給你們這個數據呢? 想告訴你有幾個人是能夠比較聰明,拿到高一點成績 不代表他拿高一點成績是代表聰明 只不過是代表他懂得考試 懂得考試又不代表人比較聰明 那你只深究一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那我就不詳細在這裡做解釋了 但是也有六、七千人是重考的 那什麼叫自修生呢? 自修生其實基本上他應該是考過的 那他可能就再考多一次 那有些人可能是repeat 那有些人可能是一些mature students 那就是說他是一些成年人 那有時候想考多一次 那你見到現在外面有些補習老師那些 他經常都要告訴別人他自己考完試 拿到什麼成績 那他可能就會出去考試 那你自己看到 那如果你給你一點點目標自己 那如果你的目標是level 1 那其實目標太低了 因為差不多有93%的人拿到level 1 那就是只有7%的人拿不到level 1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表 那所以我們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那就是你們自己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 那你想拿什麼成績 那你的表現就怎樣了 那譬如大家這麼早登入來上課 那代表你其實都已經是很有興趣 學好些數學好些成績 那你見到有些人都不準時的 甚至乎每次都遲到的 甚至乎人都不見的 那你自己要問一下自己 那你都已經比較勤力一點 那第二件事我們要目標明確 那什麼意思目標明確呢 那就是說當年呢 如果有些同學仔 他會怎樣呢 他會這樣的 我問他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想拿什麼成績 他說他想拿五星星 那為什麼我問他這個問題呢 因為這個問題呢 就反映他自己要給多少努力去讀這一科數學科 就是說你沒理由你拿 你打算拿五星星 但是你的表現只有Level One 那是不合理的 你明白嗎 我說什麼 但是不是每個人那麼厲害的 可能我中中挺挺 我打算拿三三四四就算了 那我 你看到四 其實都有四成人是拿四的 是去到五那裡呢 就難一點的 其實四呢 就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四呢 其實就是說 一百個人裡面 都有四十個人可以拿到 那舉個例子 可能你們學校 當你們學校有二百個人 那二百個人你乘40% 那就是有八十個人就拿到四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說四呢 就不是說很難拿 那基本上呢 你所有概念 都認識了 你不是很Smart 你其實都會拿到四的 那Smart的人呢 就要他 做數要快些 要靈活些 就是個人要靈活些些 才可以拿到Level Five 就是如果你 死做難做 長題目都好像做 就是PayPal Two 如果MC 那你有些Skills 你不用它 你當它全部都是PayPal One 那樣做 那你基本上是拿不到Level Five 對不對 因為MC的要求 就是你拿好成績的要求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它的Time Limit 是指100秒一條數 100秒一條數 100秒一條數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現在煮的麵 三分鐘 其實已經熟了 當你有吃過杯麵 你淋水下去 三分鐘就能吃 就是說 三分鐘裡面 你其實要做到 兩至三條數 對不對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 有45條數 那裡 在說幾個分鐘 是一個小時 15分鐘 一個小時 15分鐘 就是那個概念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補貨 就是我現在補貨 都是補一個小時 15分鐘而已 在這麼短時間內 你就要將你三年所學的東西 全部在這45條MC 都發揮出來 而且零死角 那什麼叫零死角呢 當年你們的師兄就是這樣 我問他 你考完考成怎樣 他說他MC都錯了三條 那麼他當年是拿到五星星的 但是他PAPER1 他跟我說 我都頗有信心 適合 那麼錯三條 其實都已經是很厲害了 因為 你有時候 太心急 明明你認識 可能不小心計錯數的嘛 不奇怪 那你就 圈錯答案 都會 什麼的嘛 那你45條 你如果 你差的 舉個例子 你差的 你撞 你也撞到 是不是一本 因為你現在只有四個option ABCD 所以 其實45條 你應該適合到二十幾條 如果你只撞 你不是很黑仔 你只撞 你也應該適合到二十幾條 那你如果你想拿高分 就起碼拿三到尾 三十幾 三十幾 你當 是說三十幾到尾 那你就可以很穩陣 可以拿到四五以上 對不對 那麼這個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麼至於 你怎樣才可以把所有這些成績提升呢 就是深的題目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難處在哪裏 以及它的skills在哪裏 因為每一條題目 它有它的陰濕位 每一條題目有它的難點 而每一條題目會考某一個concept OK 那麼我們要避重就輕 知道是什麼 小心點 陰濕位你要小心點 所以你其實一定要定目標 譬如說 我想很有錢 我舉個例子 我想我有五百萬身家 跟你有一百萬身家 你的勤力程度不同 那我們不要說得這麼大 可能我舉個例子 你想我現在短時間內存到一千元 和短時間內存到五千元 其實你的方向就已經是五倍了 你看到嗎 所以我們就希望在短時間內 將所有題目 和大家go through 到一次 即是深的那些 淺的那些基本上 你不用教你都會的 如果你是厲害的同學 但是深的那些 我夠膽社包擔保 我教三、四次 都有很多同學是不懂的 那麼我現在呢 今天呢 就抽取了 一些 比較多人錯的題目 給大家看看 舉個例子 現在這條數 這條數 我們先看答案 答案是 36%的人是對的 那36%的人是對的 那36%的人是對的 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到剛才 那36%的人是對的 大概是等級4 可以嗎 那所以呢 這些數 就是說很多人 就選錯了答案 差不多有64%的人答錯 但這條題目很淺 我一給你答案 其實就很淺 但給你答案之前 我要做一次給你看 軌跡很簡單 我們呢 動的點 我們就叫XY 這個很簡單 動的點 我們叫XY 跟著軌跡的意思 就是把關係 用回距離公式 左右做兩次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距離公式呢 其實就是兩點雙人減 拿個二次 記不記得嗎 舉個例子 這個M 這個M 這個N 這個N 很簡單 你就把X座標5-6 拿個二次方 5-6 拿個二次方 然後再加7-8 拿個二次方 那你就做完了一半 其實你就已經邁向了成功的一半 至於左邊那個是要寫什麼呢 左邊那個很簡單 我們看看 條色是PM 那PM即是怎樣 即是說你這點是XY 你就要跟M這一點 去做雙減 拿個二次 即是怎樣 即是X-5 拿回平方 再加Y-7 拿回二次 整個距離公式要開方 因為這裏是一個距離 那你就做了另一半 時間關係 化鹹的東西 我就不跟大家做 因為最重要是第一步 而已 這樣就會出到 我現在 螢光幕 這一條公式 行不行 好了 那這裏 化鹹很簡單 把開方 兩邊整走去 因為你兩邊拿個二次 就沒有開方 即是開方廢 可以不用理會 那既然開方不用理會 你慢慢盛開這個 記得 X-5的二次 說了無數多次 不是X二次 2-25 千萬不要當 是甚麼 是X二次 減10X 加5 5的二次 所以你就會做到 我現在左邊頭三個 行不行 那同樣道理 你就把Y-7 慢慢乘開去 你可以用慢乘法 可以用行等式 記住 這個不是Y的二次 減49 千萬不要當它 是甚麼 是Y的二次 減14Y 加7的二次 7的二次 就是49 右邊你督機 1的二次就是1 加1的二次就是1 負數的二次都是剩下的 然後你收拾個位置 擺放個次序 你就能出到剛才的答案 你說這麼簡單的數 也有這麼多人不認識的 這個就是一個事實 一些很簡單的事 看起來很簡單 因為一多運算 那些同學就很迷惘 而且他的報告是這樣寫的 很多人呢 誤會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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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題目 審題 是看錯了長度 看到嗎 那些人的眼 可能有些眼殘的成分 你會見到 MN 他看到PN 你看題目 要小心點 這些字眼 那些點 是不能錯的 你用錯點 你就會計錯數 所以他們的報告就是這麼寫 很多人不小心選了B 因為他看題目 真的看了PN 給你看 如果你看了PN 整條數目 已經是兩樣東西 OK 那這個就是2021年 最多人答錯的題目的第一條 他的報告是這麼寫的 OK 好了 那我們 我們 看一看2020 我們這樣loop一個圈 2021 我們看看第一條 接著我們loop去2020 2020 2020 你會看到 他是 現在中四正在調整的 topic 哪個topic 圓 圓 記不記得我們翻船 這些題目 怎麼做呢 你看回答案 只有28%的人答對 28%的概念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剛才我給你這個表 你就有用了 因為 要差不多拿到Level 5 才有15% 即是說 4-5之間的人 才會答這條 你可以這樣理解 4-5的人才會答這條 真的嗎 那麼這條題目怎麼做呢 不是說很難的 只要你記得我之前教過的 反船 對角 雙等 記不記得我們說反船 這兩隻角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說這條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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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隻反船 之前教過很多次 反船 如果他現在問你這隻角 ABC 就等於他對面出面那隻 反船這隻角 是不是 基本上 其實 深的題目 我之前講過 就要切X 這些你可以切去Y 這些你可以切去Y 那你寫回題目A.D.E. 即是這一隻角 就是100度 100度 然後 B.C.Q. 就是這一隻角 是35度 咦 基本上你已經做到 因為他說這一隻角 是35度 那麼 他對面那隻角 就會是35度 一樣的 凡算 他剛才說這一隻角 是100度 那你用三個零內角和 你就可以找到這一隻角 那你做到這個45度 你呢 你就可以繼續做下去 找到這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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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那時間關係 就是 搖開一個 漂亮一點的圖 給大家看 因為那幅圖太小 很難看 那首先 我們把資料記錄 未知過 我們切X 剛才說了 100度和35度 好了 那這個就是Step1 就反回那兩個帆船出來 那你現在看到 我現在紅色這隻角 就是要找的 那就是說 你要找對面那隻角 就是帆船角 這一隻 和對面那隻角 那就是帆船角 剛才說的 不是很難的 那證名呢 就說多一次 證名呢 是 交錯公形的圓周角 交錯公形的圓周角 英文是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OK 好了 接著是Step2 Step2 我們就是 問你下圖兩隻紫色的角 那紫色的角 那紫色的角 就是這兩隻 OK 那這兩隻 你要想想 為何它會這樣做呢 很簡單 直線上的輪角 相界180度 那你這隻角 就是80度 OK 那剛才三圓內角 你就做到45度 那這個也不難的 OK 好 到Step3 Step3 最難 你這裏要加一條線 去令到45度 反過來 這個Step是最難的 最少人想到的 如果你想到這個Step 其實你才能做到 為什麼呢 阿Sir 因為這隻帆船 它反過來擺 作為這隻帆船 這隻是一個帆船角 那它的帆 如果我在這裏旁邊畫 你會比較容易看 就是這樣 其實 這樣 可以嗎 小一點 這樣 DSC 經常都 把帆 調轉來擺 讓你難看 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看到 它那隻帆船 是反了艇 就像是太廳力 太廳力 也會反艇 這麼大的船 這兩隻角 會是雙等 這兩隻角 會是雙等 你看了這隻角 45度 這裡就容易做很多 可以嗎 因為基本上所有角 都差不多齊了 這個是最難的點 然後 這一隻角 它也是一隻帆船 所以兩隻角 都是80度 可以嗎 好了 那 你就做到那個 X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直線上的輪角 三隻加起來是180度 那你就找到X 那就55度 所以你看到整條題目 這個帆船 是發生在兩個圓形身上 對不對 那些題目深 就深在什麼呢 它不給一個圓 它給夠兩個圓 甚至乎下次可能給三個圓 四個圓 沒什麼所謂 總之你要知道 一個圓一定是淺 兩個圓 兩個圓一定淺 兩個圓一定淺 三個圓 這樣 你說這條是不是很難呢 28%的人做到呢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那個 step 3 就是你要加一條直線 加線 其實之前說過 如果你現在 在圓上面發生 如果有切線 就一定是想回 它在這個圓裡面的帆 那隻帆不是四邊形 是三個形 行不行 不是四邊形 是三個形 行不行 你記住這個skills 就可以做到 這個是 好了 下一條 就是2019年 第16條 很多人答錯這條 這條 如果你有印象 昨天我講過 這條是怎樣做的 是不是 我昨天 就特意用了整個小時 解釋 有些skills 你要懂的 如果你昨天沒有上課 我們很難重複給你看 你最好看回 昨天的影片 這條影片 我再做一次 其實很快完成了 寫回我的關係 2比7比3 他特意調轉了 你不要調轉 這條 372 你寫了273 你馬上説 但他特意用英文字母 是調轉來寫的 因為他要這樣跟回逆時針 他的圖 首先講一下圖的logic 他的圖的logic 一定是逆時針這樣擺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 譬如說右下角是A 他一定是逆時針 B C D 如果他想作多點 這裏就叫E F G 他再作多點 就叫X Y 即是他整幅圖是逆時針 繞了三個圈 明白嗎 不是順時針 一定是逆時針 這是一個慣性 所以你要知道的慣性 所以你就會清楚 他是逆時針 這是273 我們寫回 他對邊應該是雙等的 所以3加7加2 應該是整條邊12 慢著 這裡他告訴你 這是正方形 所以上7下7 左就是5 因為12-7 就是5 慢著 他現在說ABX 這個位是24 這個位是24 我們昨天說過 做這些數字只有兩招 我放大這個圖給你看看 現在是一個相似三個圈 如果他在梯形裡面發生 平衡四邊形也是梯形的一種 OK 這樣 這裡 應該說梯形是平衡四邊形的一種 這兩個是相似 可以嗎 如果他側邊 這裡兩個三個圓 就叫同高三個圓 昨天已經解過一次給你聽 如果同高三個圓 他的底邊的比 就是面積的比 就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現在 這條數是2 下面是12 這兩個三個圓 他的面積是2比12 2的2次 因為他如果是相似 那就是4比144 可以嗎 就是這樣 4比144 好 但問題 我們這隻還未計 所以我們要計 這隻 就要靠24去幫幫忙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 如果你記得我昨天說過 高這個三個圓 除下面這個三個圓 如果你有印象 是說上底比下底 如果你不明白我說什麼 你看回昨天那條片 如果它是這樣的形狀 我們這兩個三個圓 是上底除下底 行不行 如果你不知道 還有一個方法幫你 就是說這兩個三個圓 其實對應邊 就是這裡比這裡 如果這裡是2比12 它的對應邊 這裡也是2比12 所以這兩個面積 就是2比12 昨天我教過一招 如果這個面積是2比12 你看到24和12的關係 只是配大兩倍 所以我上面那裡配大兩倍 我就會出到這個面積 就是4 就是4 行不行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做 我再說一次 如果這個2比12 那你這兩個面積都是2比12 因為這兩條邊都是2比12 所以我們馬上想一下 24和12的關係是兩倍 因為通常我要找一個倍數出來 究竟它配大了多少倍 它通常都不會是1 因為1就太簡單 它起碼是2 那你就拿了4 接著我們就做Step2 就要砌個144給大家看 144怎樣砌呢? 如果你記得我昨天說過 這個24 這個24是怎樣出來的? 這條線就是2 也是比12 如果我不用昨天的方法 這兩條是對應哪? 2比12 這兩個面積都會是2比12 那你會24倍大多少倍 就是2倍大多少倍變24 就是12倍 所以12要倍大多少倍變12倍大12倍 你就會變成144 行不行? 所以就是這樣做的了 那你便做到這個144 或者你用另一個方法 你先當它是x 那你24除x 就等於我昨天說的上底是2 下底是12 那你交叉相成 你都可以做到x是144 行不行? 那接著就做一個紅色這個三角形 因為我們的題目是要找這個 所以我們要先找右手邊這個 但這裡我們是一個梯形 那凡真梯形 千萬不要跟我說 上底加下底成高除二 我們就不會玩這些東西 這些小學生才玩 我們玩什麼呢? 玩兩個相似三角形 大三角形減少三角形 就是一個梯形 行不行? 但是你想想 這裡2、這裡7 他們是相似 其實這裡是2加7 這裡是9 可以嗎? 這個要小心一點 這個7加2是9 因為我們現在說的是相似三角形 那這個就是2 可以嗎? 那剛才這個數字是4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數字我們當它是x 那你就用相似三角形的關係 就是2除9的2次 就會等於4除x 因為這兩個不是同高的三角形 是相似三角形 所以你的面積是對應2次 可以嗎? 所以2次之後 剛好2的2次是4 所以分母 x就是81 終於做到紅色的就是81 就是整個紅色就是81 就是x 基本上你就做到了 因為我現在打升這個 應該是跟這個三角形 平衡四邊形上下對稱 你把144加24就是168 168減81就是87 這條題目是真的深的 所以你看到當年只有25%的人做到 所以是很合情合理 25%就是什麼意思呢? 跟剛才一樣 25%的人 15%是拿A的 差不多是4.8 我用4至5 給他一個index OK? 所以這個難度係數就相當高 你看到我有點執著 深的題目 我一定要逼大家聽一次 你做不做到是歧視? 我的責任至少說過 表演過給你看 你才有機會感受一下這些題目的威力 到2018 2018 當年第六條 原來是殺手題目 只有22%的人是答對的 直線方程 又是中四的基本 為什麼這麼難呢? 難就是難就是什麼呢? 他這些A、B、C、D 全部沒有給真實的數字 那些同學就不太懂得做 那些同學不懂得做 那有兩個原因 第一 他當作PaperOne這樣做 如果你當作PaperOne這樣做 死得人多 這條數 如果你當作PaperOne這樣做 即是說 你試試現在減回 100% 減22 即是你有78%的人是做不到 那78%的人是什麼意思呢? 剛才如果你有印象 我一開始說 大概是44,000人 44,000人乘0.78 即是有34,320人 是做不到這條題目 很誇張 所以我們不能夠用你們平時的PaperOne的做法 會死得人多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舉個例子 我之前教過你很簡單 這幅圖 我們可以挖一些數字給他 如果你有印象 我講過 合理就可以了 什麼叫合理呢? 明明是正 你就寫正就可以了 你不要寫負 明明是負 你又不要寫正就可以了 現在0的上面 你就屈它 小的是1 大的是2 0的左手 你就屈它 一個是負1 一個是負2 這樣 你屈完 是不是有四個數字? 你四個數字 你代上去 其實你已經可以馬上計到A和B 可以嗎? 我現在慢慢代一次給你看 我們L1 難怪難怪 你現在其實有兩條線 很混亂 一有兩條線 那些同學 眼睛 又是那句 眼殘 是看不到的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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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X 加AY 等於B 可以嗎? 很自大 小一點 好了 我們先玩L1 L1 第一件事 你要分清楚 L1的線 是這一條 紅色這條線 你不要搞亂 因為你一看錯 你就整條數字會計錯 那我們就 spot out 1點 是2 1點是負1 但是你要記住 2和負1 只不過是某個 X截距 Y截距 我們寫一個座標出來 我們 1個是Y 是2 那 Y是2 即是X是0 另一個 X是負1 那 即是Y 就是0 不能錯 那個次序要慢慢來 這些題目 你越心急越快 你就越容易做錯 你慢慢寫回那兩點 0 2 還要重複一次 是不是02 是 負1 0 是不是負1 重複一次 是 先開始代 我們現在代下去了 3乘0 即是0 A乘2 即是2A 就等於B 那你又要做到 第一條式 2A 對於B 到第二條式 X是負1 即是3乘負1 即是負3 加A乘0 A乘0 即是沒有東西 就等於B 那你馬上做到 B是負3 是否很正 B是負3 B是負3 即是2A 就等於負3 A就等於負3 負3 負2 就是負1.5 那你就做到 A是負1.5 B是負3 那你已經馬上做到兩個數 A是1.5 B就是負3 好了 將這個遊戲 多玩一次 不過 這裡很混亂 有另一條線 我用黃色去表示 我不是要字變黃色 我是要 現在畫一條線變黃色 好 就是這條 那這條呢 我慢慢 就在右手邊 又做多一次 CX 加Y 等於D 又慢慢看看 那兩點 一點是負2 一點是正1 一點是X 負2 一點Y 是正1 好了 小心點 X負2 那個Y 是0 Y是1 那個X 是0 一個次序不能錯 一錯 你的數目 全部錯了 你慢慢代 這樣就不會錯 好了 接著我們代替 負2乘C 就是負2C 然後 就等於D 因為 Y是0 好了 接著 就代X是0 X是0 C乘0 即是0 1就是D 那立刻做到D 就是1 D是1 那你代替 負2C 就等於1 那就是 C 就等於 負1 超過2 負1超過2 不如我們寫一個小數 負0.5 好嗎 負0.5 那你四個數 都做到了 那你的答案 一定做到 可以嗎 因為你 123 只不過是一個範圍而已 那你就做一個測試 那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做一做 測試給大家看 好了 1那個 AC 是不是小過3 好了 我們計一下AC A 是-1.5 負1.5 我們寫一個check 就是怕你不知道我們在做check 好 那麼 AC 就負1.5 C 就是負0.5 負0.5 負0.5 負1.5 乘0.5 你讀機 1.5 乘0.5 好了 那就是AC 就等於 0.75 那0.75 是個小過3 是 代表1 就雙 lamb 就是得 trên 原 founder 突然 搖 Holy 那一塑 居然是對的 你家裏 give 荻 ==== 到中匙 2 我們 要檢視 AD 要否比B 我們試試ad ad就是負1.5 再乘1 即是負1.5 但是b呢?b是負3 負1.5 負1.5 是否比負3小 負1.5是否比負3小 不是 那2馬上錯了 如果你做到 剛才我剛才所說的 2是錯 1是對 那有沒有1only?沒有 沒有1only肯定是1,3 那3你已經不需要試 那你就已經可以做下一條 這裏你就已經省了 省了十幾二十秒 因為你起碼不用試 那3 明白嗎? 你不要小看這些技術 這些技術是萬事萬靈 好洗好用的 麻煩大家 背一背 我教過你 其實是希望你用得回 麻煩大家 我教過你 是希望你用得回 所以麻煩大家 將來做DSE考試的時候 用回我剛才所說的技術 OK? 好了,到2017年 2017年 這裏面 又是圖形題目 又是殺手題 又是很多比例的 很多人不懂的 不知道昨天有沒有做過 做一做 BE是2 EC是3 又是 調轉 不過這次他很搞笑 他是順時針排的次序 他有點錯 他這幅圖 為什麼我講錯呢? 因為理論上 那個座標 就是ABCD 應該是逆時針排的 這一年他就 出得不太標準 因為標準的題目 應該是逆時針排的 這次他順時針排 不過這也不重要 總之 我們懂得做這個數字就可以了 BE是2 EC是3 即是上面全場是5 好了 還有一個平衡四邊形 即是說這兩度 是一個平衡四邊形 所以這裏應該是2 所以這裏也是3 可以嗎? 因為全場是5 我們先寫資料 ABG是135 即是這個就是135 好了 又是這件事 在玩一個面積的比 好了 我先放大這幅圖 就是這幅 這幅 題目 我們最後 要做什麼呢? 我們最後要做 現在這個 左上角這個梯形 的面積 x 所以我們說 問什麼 就切什麼 我們切這個x 我們要找這個x 這幅圖 原本是很亂的 是這樣的 為了方便大家看 昨天記不記得我講過 要加一條線 這條虛線是要自己作出來的 記不記得 因為我們是要有我們熟悉的圖形 這個就是我們叫熟悉的圖形 不知道大家昨天記不記得 這個圖形是一個熟悉的圖形 我們就很快可以找到這個面積 舉個例子 這個是x 這個135 我們怎樣去做呢? 如果你有印象 我昨天講過的 很簡單 這兩個數量 相除 就等於上底比下底 如果你有印象 就是上底是3 下底是5 135乘過去 x 就等於3乘135 除5 你又做到是霸一 是嗎? 昨天我教過你的技術 所以可以用得上 上面的三個形 除下面的三個形 就等於上底比下底的比 所以就是3除5 那你就立刻可以做到x是霸一 這個是step1 然後step2 我們留意一下這個三個形 因為這個是平衡 所以它有一個相似三個形 一定要看到的 大家 大那個 和小那個 可以嗎? 是一個相似三個形 這些我為什麼要分開畫出來呢? 真的怕你眼殘看不到 一定要畫出來 這裡就是5例的全場 這裡就是3 這裡就是我們要找的x加81 它不是x 是x加81 你留意 因為左邊是x 右邊是81 整個就是x加81 不錯 這些慢慢寫出來 這個就是81 我們就可以寫到一個關係 我們就可以寫到一個關係 就是什麼呢? 3除5 的2次 因為你這條數是長度 所以現在相似三個形 麻煩大家謹記 3除5 是要拿2次 先會等於81 除x加81 這條式是最難寫的 你寫到這條式 其實這條數 你就能做到x 做到x 基本上你就會收工 可以嗎? 我們寫機 你九成過去 81成過去 那數有些大 不要理會了 變成9x加 9乘81 通常我不寫 因為9乘81 轉頭可以約 交測相成 25乘81 因為5的意思就是25 現在你調位就可以約了 因為25-9 就是15乘81 15乘81 我要發揮給你看 如何做數快 盡量不用機 接著你的x 就會做到15乘9 好 15乘9 你現在打機也未遲 就是135 那就做完這條題目了 OK? 咦? 我不是寫錯東西嗎? 3比5的2次 9比81 咦? 為何和我寫的不同呢? 9乘15 15乘9 9除5 25乘81 9乘81 9x 16 原來我心算錯了 糟糕 25-9是16 這裡寫錯了 所以這個位置是16 16乘9是144 先改 這裡 所以這些就是糟糕 這個位置 拿不到五星星 這個位置 太急了 25-9 變成15 不是16 好了 我們2017的報告 先說一說 報告 你上這個考評局 HKEAA Google.HKEAA 你就會出到這些 數學的簡報 它裡面有分卷一卷二 M1 M2也有 OK? 我們剛才就給大家看了那個報告 接著 我們追蹤了一個圈 它現在很沽寒 16年它和我刪除了 之前我沒有減少 糟糕 我們2021年 看看另一條 很多人答錯的題目 Lock 中四那些 是未學的 我先 skip 不說 這裡 虛數 虛數又是一些 很多人答錯的題目 做這些數 怎麼可以做得快些 基本上 它給你的數目 是很瘋 因為W本身是一個去數 它有I 叫去數 它還要把W 變成一個倒數 然後上加 這些題目 如果你真的當作PayPal1 你100秒是不可能做得到 如果你這樣做 其實你是在浪費時間 所以這些題目 我們怎麼做 最好就是屈記 最好就是屈記 我之前說過 你屈記也好 例如Alpha是一個實數 如果我們屈記任何數字 千萬不要屈記0 不要屈記1 不要屈記2 如果你有印象 因為012很多時候有個瑕疵位 什麼意思呢 2的2次和2乘記是一樣的 為了避免這個尷尬 我們要代替3 因為3的2次就是9 3乘2就是6 因此我們通常 3其實你已經可以選擇正確答案 3你已經可以選擇正確答案 我們做這些數 如果你真的做 其實你讀機讀一次就可以了 舉個例子 U 是W加1 那你又怎樣選擇呢 你又選擇3加i over3-i 再加 這兩個1over 即是上下分子分沒有顛倒 如果分子分沒有顛倒 然後你這個就是3-i 除3加i 你不懂計數也不要緊 你懂解釋機就可以了 你拿個計數機出來 你試試按Mode2 Mode2就是複數Mode 你試試按一次 按一次之後 你的U 你就可以回答到別人是否實數了 因為實數就是什麼 實數就是0i 因為它要沒有i 你試試按一次 按一次 它真的是0i 所以1是對的 1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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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你不會選C 所以如果選C那些 就是傻子 你不懂解釋答案 好了 到2那個 2的實度是否0 你跟我剛才一樣 你將它解釋機就可以了 你解釋3加i over3-i 接著減 分子分沒有顛倒 那就是3-i 除3加i 你懂解釋機 你就可以回答別人 實步是否等於0 解釋機是對的 所以2就對了 但最尷尬的這條數 我經常都說 叫你由第三個試起 如果你有印象 你聽我說 你會省很多時間 為什麼 因為當你一試試3 那個時候 3那個是錯的 你一定已經不會選B 和C和D 明白我說什麼 所以我們做這些數 如果你想省時間 由三個開始試 因為那個陰濕位 通常就是3 你記住 不會老點 你想想 這條數 2021年 它就是3 就是判斷答案的位 所以一開始 你應該一開始就試 W的虛報 是否等於2W的虛報 很簡單 你按照刀機 3加i 除3-i 你看看前面的數 就是虛報 是多少 接著兩個W 很簡單 兩個W 就是你判斷這塊 你判斷這塊 不用跟我客氣 你慢慢判斷一次 你會出到另一個數 接著你會發現這兩個數是不同的 因為這條題目3是錯的 你會發現這兩個數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就可以做下一條 是否很正 就是說基本上你不會計算這條數 你會按M2 你肯定做到答案 M2 你說不是很難的 聽你這樣說 但問題是 你有沒有上課 你有上課 你才會認識 現在你看看 很多人沒有來上課 那些人在家裡睡覺 在發夢 他不會懂這些技術 或者他不會放進腦裡 你已經優秀過那些人很多 所以為什麼要你們補課 就是因為太多事情 要時間去講 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有30年去考DSE 和3年DSE 和3個月去考DSE 你一定會學得好些 30年 所以時間是很重要的 所以往往考試的敵人 就是你的學習時間 你肯放多些時間去學習 你的數學成績 差極是有限的 是不是 好了 到四心題目 四心題目 又是殺手題目 如果你有印象 這些題目 是殺手題目 因為有很多同學 連四心是什麼 都不懂的 我經常都老是說這一句 內心就是什麼? 內心就是在山榮 裡面有個圓 內在尾 內裡有個圓 你一定要背到我 我經常都說這個概念 裡面有個圓 可以嗎? 而這個圓的圓心 其實正正是中四正在學的雪糕筒 圓心就是這裡 這裡其實有三種雪糕筒 哪三種? 這裡是第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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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第二種 這裡是第三種 而且你有印象 這裡是直角 直角 直角 現在三條邊的方程分別是這條,這條和這條 有很多同學不太知道這三條線是怎樣畫的 如果你有印象的斜率 我希望你能夠記住,就是-a over b 不知道你能夠記住嗎? 如果這條線的斜率是-4除3 這條線的斜率是否記得我提到負數是向下樓梯 這就是這條線 4x加3y等於24 是這條 我把這條是L1,L1是右手邊的 這條是4x減3y等於24 因為它的斜率應該是正的 你想想-4除-3 -4除-3是否正 所以這條線就是這樣畫 但你要小心,x-a 小心,x-a是甚麼?不是橫線 x-a是直線 那會帶來有甚麼問題呢? 這幅圖其實是錯的 如果我要畫對這幅圖 x-a你要先畫了 明明明看什麼 那你先看看答案 x-a是正數 四個都是正的 好,好很多 即是說我一開始畫的時候 它是在這條線的右手邊 就是x-a 這個位置就是x3a 這個就是現在我們要找的答案 而令到內心的x座標現在要是31 即是說內心要在這個位置 如果是這樣,a理論上正正常上 要不就等於31,要不就大於31 即是說你A的應該不會找他做答案 你找他其實也應該愚蠢 他會不會在這條線上 正正常上,你當他不會 其實你A,B已經可以淘汰了 你二選一撞,其實也有很大機會撞對 但我們現在要計算這條數給你看 計算這條數就很麻煩 因為你首先要知道 它有這樣的關係 可以嗎? 那它有什麼關係呢? 我放大一些圖片給你看 就是這樣 如果我用電腦畫一次,就是這樣 但問題有點困難 怎樣去做關係呢? 因為我們數學其實只不過是一些關係 你設定到一個關係 其實你就可以做到這條數 你做不到就是因為你設定不到關係 可以嗎? 那麼這條數就有幾個方法 我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用這個方法給你看 雪糕筒的關係 首先這條數 這個位置是31 可以嗎? 然後我們在這裡畫一個圓 可以嗎? 這個圓圖片 因為它的問題 它的Y座標沒有給你 沒有給你 其實就是說 你可以幻想當作這個圓 你作出 你當作它是碰到一個零零 你當作而已 你先當作是 它不知道是不是 你先當作它 然後你這裡可以畫到 我剛才那幅圖 有三個形包著這個圓 然後做什麼呢? 做什麼呢? 就是做那個斜律 做那個斜律 我們現在focus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focus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要穩定的 我們切去A 這一節長度 很簡單 如果前面是31 後面就是A-31 你不要小看這個A-31 這個A-31是什麼? 是一個半徑 這個圓的半徑 因為這個圓的半徑 就可以發上來 這個位置就叫A-31 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 如果你要做數 要寫出一個關係 這個圓的半徑 就是其中一個關係 你就找一個半徑 就是A-31 發上去 好,接下來 很重要 你看看右邊這個三個形 如果這個是A-31 只要我們找到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關係 可以嗎? 好,但問題是 這裡的長度和斜率 你找到嗎? 其實是找到的 其實是找到的 為什麼? 因為這條題目 如果這裡有兩條線 我剛才說過 它剛才有兩條線 一條是4x-3y 等於24 剛才我說過是-a over b 你記得嗎? 你記得嗎? -a over b 是上山的 你記得嗎? 因此你可以得出什麼呢? 這幅圖 -4 over 負3 就是現在這條斜率 所以這條線的斜率 就是4 over 3 好,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如果這條線的斜率 是4 over 3 它和王角其實是有關的 為什麼會和王角有關呢? 大家如果有印象 如果這條線是x軸 這一隻是alpha tanjan alpha 就是那個斜率 就是那個斜率 是4 over 3 我們就設定了另一個關係 就是tanjan alpha 就是4 over 3 因為負負得正 好了 現在的問題 如何做到另一條變線 這個很難 如果你知道tanjan alpha 是4 over 3 我們想想一個三個形 如果這個是4 這個是3 即是我們現在中五正在學的 y x 和r 其實這個中三 因此你就可以做到 sine的關係 是什麼呢? 就是對斜倫斜對論 x over r y over r 說錯了 y over r 對斜倫斜 所以就是4 over r 那r是多少? r是不試定理的 345 345 你就可以做到 我現在右邊 這個是4 over 5 他說by calculator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三個形 也可以做到 這個alpha 真的嗎? 那我們為什麼無緣無故要找sine 就是我們想找對邊除斜邊 因為這個數對邊除斜邊 關係比較容易找 對邊就是a-31 斜邊就是31-6 那你就能做到答案 但是慢著 sir 你好像還沒說 這個60是怎樣出來的 這個60很簡單 代入原本的顏色 原本的顏色是怎樣的? 原本的顏色是這裡 這裡 它現在在x軸上 其實你代為y是0 代為y是0有多難? 代為y是0 你這個數也沒有 代為y是0 那x是6嗎? 那就是說 x這個位置 就是24除4就是6 因此你計算到這一點是6 這一點就是31-6 就是25 所以a-31除25就是關係 做完關係 你又做到a是51 這個數字 很瘋狂 如果你用方法1 其實你做到天亮還沒做完 那我們就用方法2 40條只有23%的人答 可以嗎? 那這條基本上很誇張 就是說 看回剛才的表 15%的人是拿了level5的 這條差不多是4.9 左右 OK 好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頂得順 頂得順的話 我就再說15分鐘 因為現在說的東西 比較深一點 深一點 因為如果你老是上教書 教了那些現在textbook 那些東西 我們經常說太離地 離開dsc太遠 我們要做貼些dsc的題目 你才可以感受到澎湃的威力 好了 到 2019年第18條 這條又是只有26%的人答 首先看看答案 只有26%的人答 非常少 好 好了 那這些題目 又是一堆文字 你看到可能已經不想做下去了 等腰3.0 AB就跟AC 即是這兩條邊是一樣 哪一樣 大家一定要知道 即是底個一樣 是吧 先拿一把鞠套出來 哪一樣 即是底個一樣 那這些 你一定要立即一看一看一看 這兩隻都一樣 好了 接著 AD和DE都要兩個EB 之前說過 你當AD是1 這個1 不行 你要當2 這個2 你要當EB是1 你要當EB是1 DE就會是2 這個就是2 哦 那就是說 你能做到這個是1 2 2 2 可以嗎 好了 到ADF ADF 這個位置是90度 即是右邊都是90度 因為它是直線 這條線就是60 C2 即是這條線就是60 好了 他還沒說完DF是平衡意思 哦 這裏是平衡 那就是這個也是直角 行不行 好了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終點 終點 如果這個是2 這個是2 這個是60 上面那個1 寫到的 中3的時候 調整的 就是一半 60除2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如果不記得 和你溫一溫 如果有兩個三個型 它其實是平衡 如果這兩度一樣 這個x 下面的2x 上面的就是x 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 因為它是相似三圍的 比例是1比2 1比2 那邊長就是1比2 邊長是1比2 如果下面是60 上面就是30 就是這樣 OK 好了 現在別人問你 EF這條線是多少 我們做了這個30 那我們怎樣做呢 我放大一些圖給大家看一下 剛才說了這個30點出來 然後我們不如 我們說 剛才我們說 這是1比2 比2 這裡全長 就是5 5的一半 是2.5 因為它說 這是終點 昨天我講過 如果想避開少數 就要配大2倍 記得我講過嗎 如果想避開少數 我們全部配大2倍 1倍大2倍是甚麼 那就2 2倍大2倍是甚麼 那就4 2倍大2倍是甚麼 那就4 2.5倍大2倍是甚麼 那就5 2.5倍大2倍是甚麼 那就5 那你就可以一次過做到5K 5K K只不過是一個倍數 它真實長度我們不知道是多少 我們現在只要穩定 所以我們全部寫5K 5K 4K 4K 2K 好了 接下來 到EF EF這條線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這個直角 這個是4K 那我們是不是要找到這條邊線呢 這裏是比較複雜的 這裏是比較複雜的 因為是在說一個 上面這裏 你要做 首先你知道這兩條邊是一樣 然後這條邊是公共邊 而且這兩隻角是一樣 這就是這兩個三個人是全等 所以這條邊 就會等於這條邊 5K 它在用方溫的概念 為甚麼方溫我們是 方溫的概念 是 全等三圓 對應變成 對應變成 對應變成一樣的 所以 如果5K 我們是要發下去 找回 全等三圓 對應變成5K 那麼 這個Tracky的音執位 就是這個位 沒有給你 那你就要找回5K 可以嗎 好了 那我們做到了 做到這個5K 然後呢 你又用回不是定理的關係 那你就寫回顏色便可以做到 4的2次就是16 16K 2次 再加32次 就等於25K2次 那你發檢 你又算到那個K是多少 算到K 就完成了 算到K是10 那麼 答案呢 EF是5K 5 倍大10倍 那是50 這條數也有點變態 所以26%的人 只是26%的人做到 就是因為那些同學 觀察不到 這是一個 全等三圓 對應變成雙等 他沒有給你的 他是要你感覺 大佬,阿Sir怎麼感覺 就是要聽到這個講解 這條數呢 好像 之前呢 我也說過 這條數是中錄的時候說過 那我現在再說一次 這條數我覺得當年 是出的真的很好 為什麼我說他好呢 除了他小人答對 他那個相似三榮 就發生在一個線形裡面 如果你細心點留意一下 那些題目 線形裡面是很少加相似三榮 當年出卷這個人 我說他出得好 就是因為他看到這個盲點 線形裡面加一個相似三榮 就考慮了很多同學 那我做一個方法給大家看 這條數呢 先放大一點 就是這樣 首先我寫回資料先 題目給你那些抄一次 這個18 這個39 這個9 就先寫完 沒有什麼問題 這裡 好了 然後呢 如果你記得我說過OT的定理 這裡 跟左邊一樣 39加9應該是48 48 48 一半 就是24 這個位置是24 這個位置也是24 可以嗎 那我們先做這個24 好了 那接下來有什麼用呢 我們呢 就可以再用不是定理 這個是24 我們再用不是定理 就可以找到這個線形的半徑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18二次 加24二次再開方 那就就是30 OK 不難吧 是吧 好了 那接著呢 最難的就是 我們要加一點 叫G點 這裡 加完 這一點 叫G點 這裡拉過去 你要發現這個三角 其實是一個直角三角 行不行 好了 那我們怎樣找這個BG 就是因為剛才 這個位置是9 所以這裡就是24-9 有些難看 我再說一次 我們用黃加藍變綠 黃色在這裡 藍色在這裡 綠色在這裡 如果綠色是24 藍色是9 黃色24-9 就是15 這個黃色有什麼用呢 就是發上去上面這個位置 形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而底邊都是 你當底也可以高也可以 這個位置是15 這個位置是最難的 你先發上去 那你就做到15 做到15 然後有什麼用呢 有什麼用呢 我們就可以做到 這個角 因為我們現在要找這個角 只要靠15 除這個 好嗎 好了 但是那條邊 我們沒有 即是這條邊我們沒有 我們剛才計算 只是有這一隻30 所以這次我們是用光 因為我們這條邊是沒有的 我們就要用對斜 那你就做到 這個角其實是靚靚仔仔 Side theta 就是15 除30 15除30 即是2分1 2分1 即是 theta 應該是30度 我們終於做到這個角 是30度 然後你就用線型面積公式 PiR2次乘30度除360 但是R是多少 R是剛才我們說的半徑就是30 那你就做到75個Pi 這條數 當年真的出得不錯 只有28%的人 對 最後兩分鐘下課 我先拍下你們 不要燈出 你放心 你們這麼乖專心上課 我記得你們的名字 CA分也會高些 即是你們經常會問 CA分怎麼比 CA分就是 你平時的出席率 補貨 補貨 補得足不足 交功課 交得整不整齊 那些就是這樣 好了 看看可不可以偷到 少少時間說到最後一條 這條 又是它的比例題目 那是時間關係 我直接用這幅圖說 這條題目很稀奇 為什麼我用稀奇來形容呢 首先 這條題目很少人答對 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三個形容 是一個等邊三個形容 Equilateral Triangle 即是三隻角都是60 這個大家阿茂 阿朱入狗都應該知道 但這個也不難 難了 難了就是什麼呢 難了就是難了 它現在無緣無故加了兩條線給你 這裡 和這裡 它告訴你這個是60 它告訴你這個是60 那有什麼含意呢 含意其實是很間接的 你聽著我說 它的含意就是 它原來這裡 這樣放下來 如果這個是60 我當這個X 外角就是兩隻角相加 不就是60度加X 因此這隻角 原來是等於它 你說阿Sir怎麼會想到 這個位置就是死了很多人 你基本上是很難想的 你會想到60加X是這隻角 而那隻角就是下面 現在這隻窄窄的角 它只是第一個步驟 其實已經是KO了 我想已經全國 可能 你44,000人 你已經有22,000人 想不到這個位置 起碼 可以嗎? 如果你想到這個 你還未完成 你要怎麼做呢? 對應變成比例 我們現在的題目 目標是找CE的長度 CE的長度 即是這一節我們稱為X 這個16不是CE 全長是16 我們怎麼做X 你想想相似三形 在哪裡發生 想不想到? 想到就做到 想不到就做不到 在這裡寫了AD除AC 就等於BE除BD AD除AC 就等於BE除CD 原來也挺難看的 這個 和這個 是相似的 那怎樣呢? 它 它這條邊12 這條邊16 都是給了你 那它 然後呢 就用回 很難說 畫也有些問題 我要畫在這個旁邊 有點難畫 大家不要介意 AD 對 就是這個AD 這個AD 這個AD 這個A 這個D 除AC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16 來的 OK 那這個位置呢 就是16 減12 即是4 來的 好了 就等於呢 我現在呢 右下角這個三角 這個三角 很難畫 所以我已經 盡快畫一幅圖給你看 這個三明 這個12 B 那這個BE 就是上面 我的比例錯了 這個角 那個角 錯了 唉 所以說 很難畫 這樣 這樣就行了 即是這個位是BE 這樣就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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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做到 這一條色 最難是做個BE 你做到個BE是3 你就做到上面是16-3 但是怎樣對呢 有點難對 因為你剛才這個角是60度 這個角 我當A 這個角 這個角 是60度 這個角 就是A 所以A 是對BE A 是對BE 行不行 而 不是對著 賣剩的角 我當是B B B就會對12 所以B 就會對16 很難看 這些 你只寫這條色 也會有時間去寫 寫到就可以了 那 已經過分了 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WhatsApp 大家什麼時候補貨 記得出席 因為你一出席 上課補貨 你的功力 你做不到也不要緊 至少你聽過這題目 已經差很遠 還有我WhatsApp 讓你們看回片 很多人未必會看回 我看回點擊率 我就知道 好,我稍後再登入M2 各位同學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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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